我叫方程,是新媒体公司的技术部主管 我和妻子莉莉是高中同学 也是从高中时就萌发感情 一路走到现在,恋爱十年 结婚三年,旁人对我们的感情都羡慕不已 以我们为模范夫妻 但是结婚三年,我们一直没有孩子 这事情成了我和她心中的一个次 最近在我下班回来想和她亲热之时 与次被她给拒绝 妻子一脸疲惫地看着我 老公,我最近人太累了 后面再亲热好不好 她这番说辞,也是浇灭了我的热血 我只能作罢,同时心里不由的疑惑 妻子的工作是家外贸公司的会计 现在时间是月中 公司的账目都还没有结算清点 也是他们会计最清闲的时候 为什么妻子表现得这么疲惫呢 但我心底里是十分信任妻子的 我没有想太多,关了灯后 两人便睡去了 她睡得很香 我却有些辗转反侧 因为过几天,就是妻子的生日了 和妻子结婚这些年 因为我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每天都带着技术团队加班到很晚 有时候回家已经是凌晨一两点了 妻子已经是睡去 而第二天早上 我又是七点就爬起来去上班 导致一天下来 我跟妻子可能都见不上几面 也是因为如此 前几年妻子的生日 我都因为加班而错过 虽然妻子嘴上不说 我也能够感觉到她的失落 而今年的生日 我不能再错过了 为此 我在妻子生日那天 特地请了一天假 用来给妻子一个惊喜 时间来到妻子生日的早上 我按照往常一样 早早地起来了 而在我醒来的时候 妻子已经不在我的枕边 她比我醒得还早 我穿好衣服走出房间 闻到一股食物的香味 往厨房看去 妻子正在厨房里头 做着早餐 我偷偷绕到妻子身后 从背后抱住了她 老婆 今天怎么这么早 妻子语气有些抱怨 还不是为了我的老公吗 你每天这么早去公司 都没有好好地吃早饭 这样对身体可不好 以后不要这样了 知道吗 我心头一暖 知道了 还是老婆对我好 亲一个 妻子笑着躲开 讨厌 人家在做饭了 你先别闹 我们这样打闹调情着 很快 妻子的早饭就已经做好 我们在饭桌上 美美地享用了这顿早餐 因为工作原因 已经好久没有这样 和妻子这样吃早饭了 妻子不经意地问我 老公 今天你还要加班吗 我知道妻子的意思 今天是她的生日 她说这话 估计是在提醒我 但是我已经决定 今天给妻子一个惊喜 于是我装作不知道 是啊 今天公司一个新项目上线 我们技术部可能要加班到晚上12点 妻子面无表情 这样啊 我心里窃笑 我知道妻子心里估计很伤心 但越是这样 到时候给妻子惊喜的时候 妻子的反应才会越大 吃完了早饭 我将外套披在身上 好了 老婆 我去上班了 妻子点了点头 路上小心 我和妻子又说了几句 便出门去上班了 但实际上 我开车掉头去了珠宝首饰店 买了一条钻石项链 同时我预约了一家米其林餐厅 作为今天和妻子庆生的地方 做完这一切后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的一点钟 我又去花店买了九十九朵玫瑰花束 然后回到家中 等待妻子下班的时候 给她一个惊喜 为了这个惊喜更大 我藏在卧室的衣柜里头 等待着妻子的下班 很快时间来到了下午五点半 我听到在门口传来了一阵开门的声音 妻子她回来了 但令我惊讶的是 一个男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把我带到你家里 没事吗 不怕你家那位发现啊 妻子笑道 当然没事 我家那个今天加班 没有十二点都回不来 男人说道 没想到你玩得这么刺激 我喜欢 这几天有没有跟你老公亲热啊 妻子笑声更浪 为了你啊 我可都没和他亲热呢 那家伙三年都没有上孩子 实打实的废物 他哪有你好啊 男人说道 你的小妖精 到时候咱们俩有了孩子 就让你那绿帽老公给我们养孩子 我在卧室衣柜里听得真真切切 当场是气血都上脑了 没想到我在外卫家打拼的时候 妻子竟然带着男人回屋里偷情 我对妻子的信任 以及十三年的感情 都在这一切崩溃殆尽 我气得现在就想冲出去 将这对狗男女当场揭穿 狠狠地打他们的脸 但妻子接下来的话 让我抑制住了冲动 妻子说道 等等 林高 你之前可答应我的 等你在这安定下来后 只要我和方程离婚 你就娶我的 当然了 不过咱们结婚生活也是要不少钱的 你老公是公司高管 存款应该不少 你们离婚的话 你可以分到一半的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 让你老公口袋的钱 变成你们的共同财产 这样我们就能分到更多的钱了 林高 还是你想的周到 来 我奖励你 接下来 都是这两个狗男女嘻嘻的声音 虽然我怒火中烧 但是现在不是冲出去的时机 就算我现在冲出去 抓奸在床 和妻子离婚 妻子也能分到我一半的固定资产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 我要复仇 让这两个狗男女 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冷静了下来思考 这个林高我有印象 她是我和妻子共同的高中同学 当年也是妻子的追求者之一 只是最后 我从众多追求者中脱颖而出 得到了妻子的芳心 但我没想到这么多年后 妻子竟然和这个林高又勾搭上了 这对狗男女 我真是看走眼了 我在衣柜中 一直听了一个多小时 两人才结束离开 我从衣柜中出来 看了看我为妻子准备的鲜花 和钻石项链 心中苦笑 到头来 我为妻子做的一切 竟然都是为了别人做嫁衣 可笑 真是可笑 望着这个家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温馨 空气里还弥漫着那对狗男女的味道 让我恶心反胃 这仇 这恨 必须百倍奉还 我来到外面 将玫瑰花扔掉 取消了愉悦的餐厅 然后在晚上返回了家中 我想看看妻子 想用怎样卑类的手段 从我口袋里骗钱 我装作刚下班回家 一开门后 妻子正坐在客厅看电视 她看到我后表情微微惊讶 老公 今天怎么这么早回家了 我面无表情 提前做完了项目 就回来了 妻子笑着迎了上来 这样啊 辛苦了 你肚子饿不饿 我做东西给你吃 我看着妻子虚伪的嘴脸 心里忍不住的犯恶心 但脸上没有表现出来 不用 在公司已经吃过了 妻子表现得很贤惠 那好吧 水我给你烧热了 你先去洗澡吧 我点点头 笨 一切都表现得很正常 若不是我下午在衣柜里 听到了妻子的龌龊之事 我都不知道自己要被瞒多久 想到这个 我心里更是气愤 现在看到妻子 哪还有往日的疼爱 只剩下满腹的仇恨和怒意 洗完澡之后 我和妻子都躺到了床上 她靠在我的肩上说道 老公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她又想搞什么鬼 我表面露出笑容 怎么了 妻子说道 老公 咱们结婚三年了 都没要上孩子 我这年龄越来越大 再晚的话 就成了高龄产妇了 所以我跟朋友打听 说是有一老中医 调理身体的手段很出色 很多不孕的人 找她喝中药调理 很快就要上了孩子 我也想找着中医 调理调理 我眉头一条 这很好啊 你去看看吧 就算是调理成功 到时候是不是我的孩子 还不知道呢 想让我替别人养孩子 真是个蛇蟹心肠 不过表面上 我还是要顺着她 看看她耍什么花招 妻子欲擒故纵 笨 不过那中医的收费很高 处诊诊断的价格是十万 然后调理的中药费用 一个疗程需要三万 一个月一疗程 总共需要一年 也就是三十六万 零零总总加上去 需要五十万 我点了点头 价格是不便宜 原来她是想通过这种方法 来套取我的钱啊 五十万 还真说得出口 虽然这些钱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 还是拿得出来的 但是把这钱 为这对狗男女 绝无可能 妻子露出可怜兮兮的表情 是啊 不过我好想要个孩子 我的同学他们 孩子都三四岁了 而我们 我心里冷笑 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 老婆 不是我不想 而是这五十万 我现在真拿不出来 我在银行存了五年的定期 没到期前 是拿不出来的 听到我这么说 妻子也只能作罢 这样啊 那再说吧 想套路我 做梦吧 接下来的时间 我表面装作和妻子 恩恩爱爱 但实际上 我向公司请了一个长假 先是去了银行 用房产证抵押 贷款了两百万元 这也是我这套房子的 全部价值 如果还不上这贷款 那房子就会被银行给拿走 这是我的计划之一 我要将自己的 所有固定资产 全部转移 不给妻子离婚后 留一毛钱 同时 我将车子过户 给了我的好兄弟 再将所有的资产 都存入父母的卡中 这样子 我名下的资产和存款 就一分不胜了 即使妻子和我离婚 也分不到一点好处 但是这还不够 我还要让妻子和林高 都受到惨痛的教训 为此 在休假的这段时间 我在家里安了设备 拍到两人苟合的证据 同时 在老婆睡着后 查看了老婆 跟林高的聊天记录 得知了 我被律 可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了 在大学毕业后 林高也留在了 我和妻子的城市工作 不过她像个混混似的 无心工作 这么多年来 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只是运气好 混了一个体制内的编制 轻松上下班 还有父母给她留了的房子 也算是生活无忧了 而就在两年前的一次同学会 林高和我妻子 又一次见面了 林高在上学的时候 就喜欢我妻子 现在见到后 又是不要脸的 对我妻子死缠烂打 即使知道妻子已经结婚 她也是不依不饶 而这几年时间 我因为工作忙的原因 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妻子也因为我时常不在家 又疏忽对她关心的情况下 竟然真的被林高打动 在她的公事下折服 与她搞在了一起 每次都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妻子也从公司溜出来 邀请林高出去私会 把我绿了个彻底 而现在 他们已经不满足偷情 还计划着想把我掏空 让我破产 然后他们踩着我的头上位 这般狠毒之人 若不是我亲眼所见 亲耳所听 实在是不敢相信 十年枕边之人 心思如此毒辣 得知了这一切后 我心里开始盘算起了复仇计划 他们想让我破产 我也要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我动用关系 查清了林高名下的资产 只有那套房子 我要想个办法 不仅让她没了房子 还要欠下一屁股债 到时候再跟妻子分手 看这对狗男女绝望的嘴脸 我心中的怒火才能平息 不过计划目前还没有完善 所以这恩爱夫妻的戏 我还要继续跟她演下去 回到家后 妻子问我 老公 明天是周末 你公司休息吗 我想了一下 最近项目基本做完了 明天有休息 怎么了 妻子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 太好了 老公 我们好久没有出去玩了 明天我们一起去麒麟山爬山吧 我答应了下来 爬山 可以啊 耶 那我去准备一下 明天我们在山上野餐吧 妻子高高兴兴进了房间 去准备明天野餐的东西 如果她没有出轨 这样一起出游的时刻 会是多么的幸福 而现在给我的感觉 只剩下了恶心 不过戏还要演下去 我装作开心的样子 和妻子商量起野餐的食材等东西 第二天时间 我们早早的起来 准备好了食材等材料 便开车前往了麒麟山 麒麟山是我们这的一处景点 不过山道蜿蜒齐驱 山峰陡峭齐骏 也是登山爱好者的好去处 将车子停在麒麟山角处 我和妻子就背上两个大背包 沿着山道往上走去 长时间做着工作 这一番登山运动 也是让身体非常的舒畅通明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登上了山顶 放眼望去 将城市尽收眼底 心中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自豪感觉 妻子提议道 老公 就在这山顶野餐吧 我点了点头 笨 今天虽然是周末 但爬麒麟山的人 只有我和妻子两个人 虽然比较冷清 但也有种世外桃源的幽静感 让心灵十分的安定 这时 妻子走到了山顶的边缘处 老公 你来帮我拍张照片 我提醒道 那地方不危险吗 妻子不在意 这里角度好 出照比较好看 拍了没有 我拍了几张 好了 妻子又拉着我 来到了刚才她拍照片的地方 来 老公你过来 我也给你拍几张 我朝后边看了看 身后就是悬崖 如果从这里掉下去 绝无生还的可能 妻子一边让我调整动作 一边给我拍照 老公 你动作太僵硬了 这样不好看 放松身体 对了 腿往旁边伸一点 很好 这样拍出来就很好看了 不知为什么 我心里总感觉有些不妙 也可能是身处悬崖边上 让我的心一直提着 啊 有蛇 突然 正在拍照的妻子往旁边一看 吓得丢下了手机 往我的方向跑了过来 像是被吓到了 我往旁边一看 根本没看到蛇的影子 而妻子跑得飞快 直直向我冲来 她这个架势不是害怕的向我跑 而是向我撞过来 她想把我撞下悬崖 我立马快速地撤离悬崖边 往前跑了几步 但妻子因为离我的距离近 最终还是撞在了我的身上 只是因为我调整了位置 最终只是被妻子撞倒在了悬崖边上 并没有撞下去 我忍不住大吼 你干什么 妻子的眼中似乎闪过了一丝失望的光芒 然后她可怜巴巴地说道 老公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知道我一直都害怕蛇 刚才我在那看到蛇了 蛇 根本就没有蛇 在妻子刚才的位置旁 只有一串麻绳 她是把那麻绳认成蛇了吗 不可能 她这是要谋杀我 我强忍下怒气 现在还不是跟她撕破脸皮的时候 那只是麻绳了 好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这里太危险了 妻子没有多说什么 嗯 出了这档子事情 我也没心思在山顶野餐了 和妻子收拾了东西 就下山回家去了 到家之后 我平复了下心情 而妻子也假惺惺地过来 老公 我错了 我刚才就是太激动了 第一时间就想寻求你的保护 没考虑到当时你在悬崖边上 我装作不在意 没事 没事 老婆你没事就好 妻子往我脸上亲了一口 我就知道老公是最爱我的 被妻子这么一亲 我心里只感到想吐 同时我心里知道 今天妻子约我去爬山 目的绝对不简单 我在悬崖边的时候 她假装有蛇向我撞来 明显就是想把我撞下去 她和林高之间 肯定谋划了些可怕的计划 晚上 等妻子睡下之后 我偷偷拿过了她的手机 查看起了她和林高的聊天记录 这一看 我恨不得当场将妻子掐死 聊天记录接着上次 我拒绝给妻子五十万 怎么了 宝贝 你那老公给你钱吗 不行 她说钱存银行定期 取不出来 我看啊 也是她不想给我 毕竟这么多钱 想象她要出来也不容易 那不如这样 你给你老公买一份意外保险 然后想办法让她出意外 这样子不仅能拿到保险的钱 她死后 你也是她财产的第一继承人 所有东西都是你的 也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林高 你真聪明 过两天就是她的本修了 我约她去爬山 看看能不能制造一场意外 做掉她 好 你去做吧 你老公一死 我们就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了 然后聊天记录的时间 到了今天下午 林高 失败了 不过她这个傻瓜 好像没察觉到我对她的杀意 还好 还好 没事 那咱们就换一个计划 我这里有个从国外逃过来的药 叫做叶眠 这东西融合在水里 无色无味 连续服用一个月 会诱发心脏病死亡 到时候你老公不在家的时候 我带过来给你 好的 爱你哦 聊天记录到这里结束 我的命在他们两人眼中 不过就是用来换钱的筹码 我是想到他们很恶毒 但没想到恶毒到了如此的地步 竟然想通过杀我来骗宝 一次不成 还想来第二次 这两个畜生 不 用畜生形容他们 都是侮辱了畜生 这两个人就是毫无人性的恶魔 妻子竟然动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 那我也丝毫不留情面了 迪在明 我在岸 看我玩不死他们 第二天 我与妻子在家中打扫卫生 我走到了妻子身边 关心地让他坐下 老婆 平时都是你打扫家里 今天我难得休息 就交给我来吧 妻子笑了笑拒绝 老公 没事的 你赚钱养家也是非常辛苦 这点家务活我可以的 我顺势说道 不辛苦 为了老婆 我什么都愿意 对了 老婆 你之前说要去看老中医 我想了一下 这确实要去看的 不过现在我的钱取不出来 要不老婆你看看 向朋友借一点 先看着 到时候我钱取出来了 给你补上 妻子乖巧地说道 行 都依你 我继续说道 嗯 还有 如果我们有孩子了 现在这个房子有些太小了 我想的是 要不换套大典的房子 就写老婆你的名字 到时候孩子出生了 可以住那套 而且现在买的话 后边说不定 还有升职的空间 妻子一听房子写他的名字 立马答应下来 可以啊 老公 你想得很周到啊 我笑道 嗯 不过老婆写你的名字 就要以你的名义 去贷款了 到时候 我把赚来的钱放你这 用来还贷 妻子没有多想 当然可以了 我点点头 行 我已经有了看中的楼房 到时候 我带你去看看 嗯 这是我复仇计划的一部分 买房的确是买房 不过 我这钱是不会给妻子还贷的 到时候 他自己要是还不上贷款 不仅会成为失信人员 房子还会被银行给收回 得不偿失 后面几天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着 我带妻子看了楼盘 他非常的满意 然后当场就去隔壁的银行办理了八十万的贷款 付了房子的首付 这期间 我通过家中的设备 看到妻子从林高那里拿到了药 然后下载了我喝水的水杯中 每天晚上等我回来给我喝水 美气名曰喝水能让我身体健康 但我都是表面上装作顺从 实际将水给偷偷地倒掉了 这边针对我妻子的计划 已经全部布局完成 只等后面启动 就能让我妻子倾家荡产 接下来 就是针对林高的计划了 林高这人守财如命 要想让她破产有些难度 但我通过多天的观察 观察到她非常的好色 与我妻子偷情且不说 走在大街上都会偷瞄那些穿着清凉的美女 这让我心里生出了一个计划 我回到公司后 创建了一个微信小号 将头像和朋友圈都设置成了美女 同时在网上购买了变声器软件 然后我在林高家附近 打开了微信附近的人功能 林高的微信果然在附近的人之中 我用小号跟她打招呼 加了好友 很快 林高就通过了我的好友 并且发来一个哈喽的表情 你好帅哥 我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工生活 晚上有些寂寞 想找个人聊聊天 哈哈哈哈 哥哥也是单身 想聊什么 哥哥陪你姐姐们 哥哥是做什么工作的 不值一提了 只是体制内的 哥哥很厉害啊 体制内的工作 多少人想进都进不了呢 哈哈哈哈 妹妹 有没有空 一起出来喝酒啊 哥哥请客 没问题 只要妹妹出来 消费我都包了 好气 那就明天晚上 安娜酒吧 行 明天我等你 林高果然是个非常好色的人 只是这么小小一勾引 直接就上当了 这也中了我的技 只要她上钩 我就能进行下一步计划 鱼儿已经放下了 接下来在鱼儿咬钩之前 我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今天晚上我正常点就下班了 但我没有回去家中 而是前往了安娜酒吧 这是当地有名的一家酒吧 每晚来这里喝酒泵迪的客人 都非常之多 也不乏各种性感美女 来这里调一调金闺婿 一到酒吧后 里面的气氛已经是十分热闹了 DJ在台上打蝶 舞池里许多年轻男女 跟随着音乐律动不断地舞动着 而我则是走到一个卡座坐下 然后换来了酒市 酒市走到了我的旁边 先生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我说到 来一瓶亨利四世 酒市的眼神一惊 先生 您确定要这瓶酒 酒市的惊讶在我意料之中 亨利四世是世界顶级的白蓝地酒 单瓶的价格高达五万元 即使安娜酒吧这样的大酒吧 也很少人开这瓶酒 所以酒市是怀疑我 有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 我递过去一张信用卡 确定 看到我先付款 酒市立马露出了笑容 好的 先生您稍等 先生 您的酒 需要我给您现在开吗 很快 酒市就拿着亨利四世 放到了我的桌上 我摇了摇头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 酒市董事的退下 好的 祝先生夜晚愉快 K09卡座客户 消费亨利四世一瓶 祝这位单身的先生 拥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在酒上桌不久之后 整个酒吧都响起了一个广播 这也是安娜酒吧的惯例 只要消费两万以上的高档酒 安娜酒吧就会进行全吧的宣传 这也是我想要的效果 因为这酒吧里有很多想掉金龟婿的女人 我这招就是要吸引这些女人过来 为我计划所用 很快 一个身材高挑 穿着性感的美女走到了我的卡座旁 然后直接坐在了我的旁边 她媚眼如丝地看着我 帅哥 一个人喝酒 不寂寞嘛 我递过去一个酒杯 那我们一起喝 美女也非常的自觉 好 我就不客气了 酒过三巡之后 美女将身子靠向了我 帅哥 这酒也喝了 晚上不来点别的活动嘛 我笑道 什么活动 美女露出暧昧的眼神 当然是深入交流了 能说出这句话 她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说到 活动是有 不过不是跟我 美女猛了 帅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打开了旁边的背包 里面有我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十万块钱 你帮我一忙 这里面的钱就算是你的了 看到这十万 美女的眼睛立马亮了 好说 好说 怎么帮 我跟她详细地讲了一下 我要让她装作我小号里的美女 明天在安娜酒吧和林高赴约 接近林高 同时在期间勾引林高 达到跟她开房的目的 当然 我会在房间里提前放下设备拍下一切 在最后关头前 我会派人闯入房间 先人跳威胁她 这就是我对林高设下的局 因为林高是个抠门的主 肯定连宾馆都舍不得开 估计会带美女回林高的家里 所以我提前摸好了点 用口香糖塞入林高家门的锁心 配了一把备用的钥匙 同时林高的家里 也被我安装了隐秘的设备 万事俱备指欠东风 美女听完我的描述之后 立马答应了下来 没问题 我点了点头 好的 现在开始你就叫七七了 明天晚上十点钟 我会告诉你卡座的位置 你直接过去就可以了 好的 和美女七七商谈好了之后 接下来 我又是找了几个酒吧 看场子的彪悍大汉 充当明天仙人跳石的威胁者 做完了这一切 我便静待着明天的到来 回到家之后 妻子依旧是装作殷勤的样子 给我倒了一杯毒水 我照就是将其偷偷地倒掉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与妻子睡在了一起 也许是计划全部安排了下去 我的心情格外的好 主动地跟妻子聊了起来 莉莉 你这辈子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你做过最后悔的 妻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后悔的事情 没有啊 我到现在都是非常幸福 特别是遇到你 老公 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我也是露出笑容 我也一样 如果妻子没有出轨 遇到妻子 确实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但现在的话 就呵呵了 这两个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才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妻子继续说道 对了 五天后是我们的高中同学会 你有空吗 我们一起去 听到同学会 我深思了一下 同学会吗 当然有空了 这个同学会 或许我可以利用一下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我的计划稳步地进行着 我先是用小号一直和林高聊天 然后强调晚上在安娜酒吧等林高的事 林高也是很配合 说晚上绝对会准时到场 林高这边安排好后 我又联系了七七和大汉们 演员准备就绪 晚上 我给了七七一个录音设备 然后 让她进去和林高会面 此时 林高已经在安娜酒吧开好了卡座 她看到七七走到她卡座旁坐下后 立马眼睛都直了 林高咽了咽口水 你是微信上的那个 七七吗 七七露出好看的笑容 对的 哥哥 是我 今天一见 哥哥果然好帅啊 是我的菜 哈哈哈哈 林高被马匹拍得非常舒服 七七你也特别漂亮 好了 来喝酒吧 嗯 两人在卡座上一起喝起了酒 期间林高一直对七七动手动脚的 七七也不抗拒 让林高觉得有戏 能够更进一步 酒喝得半醉之后 我让七七故意表现出醉态 靠在林高身上 七七装醉说道 哥哥 我不行了 已经喝不下了 林高眉头一挑 哈哈 妹妹你酒量不行啊 既然你喝不下 那就算了 那接下来 我们去干嘛呢 七七用着诱惑的口吻 干嘛 当然听哥哥安排了 七七怎么样都行 这一下子 聊得林高血脉喷张 这可是你说的 那哥哥就带你玩点刺激的 七七继续装醉 都依你 好 哥哥带你去 林高扶起了七七 朝着自己家走去 我叫上了几个大汉 偷偷跟在了齐后 等待着时机出手 林高带着七七回了家 关上门后 立马是急不可待 要开始上下起手 七七也是欲聚还迎的配合 气氛达到了一个热点 我通过设备 也是看得清清楚楚 同时录下了这一切 在最后关头之时 我给大汉打了一眼色 鱼耳上钩 可以收网了 我用备用钥匙 打开了林高的房门 然后和大汉冲了进去 一脚踹开他的卧室门 大吼一声 你们在干什么 这一声响亮无比 把热血上头的林高 一下子就吼猛了 甚至经过这样一下 以后他那功能还好不好使 都是一个未知数了 林高连忙爬了起来 你 你们是谁 你们怎么进来我家的 少废话 我们老大的妞 你都敢动 真是不要命了 一个大汉上前 直接给了林高一巴掌 林高猛逼地说道 什么老大 他是自愿的 七七立马反咬一口 放屁 是你强行玷污我 你拿了我的清白 我要去告你 让你坐一辈子的牢 林高彻底慌了 你 你说什么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们坑我 我这时候出生 林高 还记得我吗 林高看向了我 然后立马说道 方程 是你啊 老同学啊 方程 你可要帮帮我 不知道这家伙是你的妞 而且是他自愿的 还有你不是结婚了吗 怎么在外边有别的 大汉又是一巴掌 打在林高脸上 直接把他一颗牙齿 打飞了出去 少他妈废话 林高捂着嘴 向我求饶 方哥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想坐牢 你饶了我吧 我露出冷笑 你不想坐牢 可以 这样 我以两百万的价格 买下你现在的房子 钱的话 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后面还你 你将房子过户给我 我就不告发你 林高瞪大了眼睛 你 你混蛋 你这是仙人跳 你好baby 我不由地笑了出来 我baby 哈哈哈哈 林高 你说我baby 那我就是baby吧 既然你不愿意 那你这辈子 就在监狱里度过吧 明天 你就会收到法院的船票 不 不 方哥 方哥你不能这样做 我答应你 房子给你 你放过我 如果坐一辈子的牢 那林高的人生 就彻底地毁了 相比之下 一套房子又算得了什么 林高立马做出决断 决定放弃房子 向我求饶 很好 算你识相 这是一份房屋转让合同 你签字按手印 然后将房产证给我 我早就准备好了房屋转让合同 立马是拿出来让林高签字 这 林高没想到我准备得这么周全 一时间又犹豫了起来 大汉伸出拳头威胁道 他妈的 还想挨打是不是 磨磨叽叽 我签 我签 在大汉威胁下 林高立马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按上了手印 这下子 房子便是我的了 而我则随手写了一个欠条 扔给了林高 我继续说道 还有一个条件 林高害怕地说道 方哥 我除了这房子 没有其他东西了 我笑道 我不要你的其他东西 五天后 是我们高中同学会 到时候我要你出现在同学会上 这个要求不难吧 林高露出谄媚的笑容 不难 不难 我本来就是要去参加这个同学会的 当然不难 很好 那到时候我期待你的出现 说完以后 我便带着大汉 还有七七 离开了林高的房间 我离开后 林高愤愤地说道 哼 混蛋 就算你拿走我的房子 你现在体内也有我下的毒 到时候你一死 所有东西包括你的老婆 都是我的 时间来到了五天后 我们高中同学会定在一家酒店中开启 我和妻子打扮一番后 前往了同学会 在里头看到了不少熟面孔 同时 林高也如期而至 他看着我的眼神中包含着恐惧 但还是装作第一次见面跟我打招呼 方哥 好多年没见了 你还是这么帅啊 是啊 好久没见了 我故意加重了好久两个字 让林高心里一紧 林高看向了我的妻子 嫂子也还是这么漂亮 妻子回忆微笑 林高好久不见 林高和我的妻子在那里暗送秋波 我当作没看见 因为一会儿 才是好戏开场的时候 现在 就让这两个跳梁小丑 再蹦待一会儿吧 大家相互叙旧了一番后 便在包厢里吃饭 林高吃了一会儿便出去了 同时 我的妻子也说肚子不舒服 出去上厕所 这时 一个打扮年轻漂亮的美女 从座位上站起 走到了我的身边 方程 好久不见 苏苏 你跟高中的时候变化好大 第一眼还真认不出来 我仔细地瞅了瞅了她 才想起来她 她叫做苏苏 高中的时候 还是普普通通的小女孩 没想到现在这么漂亮了 苏苏看向我的眼神中 有着别样的感情 你倒是一直一样 没什么变化啊 我笑道 哈哈 这么多年都变老了 苏苏继续说道 你跟你的妻子 感情很好吧 我冷笑 很好 马上就要结束了 苏苏不理解 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 我的妻子和林高一同回来 他们有说有笑的 看起来聊得很开心 我看时机差不多了 站起身 走到了妻子和林高面前 聊够了没有 妻子看我语气冰冷 吓了一跳 老公 你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以为你们两个 做的这些勾当 我不知道吗 所有东西 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我冷笑着 手里拿出一个遥控器 对着酒店包厢的投影一样 什么 全场一阵惊呼 因为此刻投影播放的 正是我家拍摄的 林高与我妻子偷情的画面 这一瞬间 林高和妻子两人脸色苍白 其他的同学有的眼神震惊 有的抱着玩味的笑容 反正这录像一放出 这两人在同学心目中的形象 都玩完了 这份录像是在我得知 同学会的召开地点后 提前来到酒店 花钱买通了员工 让他们先行放进去的 所以我才要确保 林高要来到同学会 我要让他们社会性死亡 妻子恼火地看向我 方程 你竟然偷拍这种东西 我说到 铁针在前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还以为这两人 是模范夫妻呢 没想到这妻子 被地理竟然这样 是啊 真是想不到 听说他们在一起 十几年了 真是世事无常 同学们都是议论纷纷了起来 妻子见如此 就破罐子破摔 好 既然都这样了 我也不怕说 我和林高才是真爱 这没有什么好羞耻的 方程 我们离婚吧 我就等妻子这句话 我拿出了提前找律师 你定好的离婚手续 那你就在这里签字吧 妻子也是上了头 签就签 她接过手续 很是麻溜的就签好了 看到她签字之后 我笑了起来 很好 既然已经撕破脸皮 妻子也是露出了本信 方程 你别得意的太早 即使离婚 我也有权得到我们夫妻 共同财产的一半 房子和你的车子 都有一半是我的 林高则没有说过 毕竟她还有把柄在我手里 不过她的脸上 也忍不住笑容 看来茗玉对她来说 没有什么影响 只要有钱 她就开心 我冷声道 很抱歉 现在我名下的房子 已经抵押给了银行 并不是我们的共同资产 而车子也过户给了我的朋友 而且 我还要告诉你一点 你贷款八十万买的新房子 如果你断供的话 银行也会收回你的房子 而你还要偿还一辈子的债务 妻子脸色苍白 你说什么 方程 你套路我 我在看向林高 还有你 林高 你以为你出的那些下三滥的手段 我不知道吗 推我下悬崖 往我水里下药 你这恶毒之心 简直比最恶毒的恶魔 还要毒上三分 你以为我会放过你 你的下半辈子 就在监狱里待着吧 林高大惊失色 拿出了欠条 什么 方程 你不是答应过我 收了我的房子 就放过我吗 你还写了欠条 我嘴角扬起笑容 欠条 你自己看看上面 还有字吗 林高看向这张欠条 上面真的一个字都没有 完全是空白的一张 不可能 明明是你亲手写的 林高并不知道 这欠条上的字 是我用隐形墨水写的 这种墨水写的字 都会在一段时间后 挥发消失掉 变成一张白纸 混蛋 你这个卑鄙的混蛋 你算计老子 老子跟你拼了 林高怒不可遏 他从口袋 掏出一把弹簧刀 冲着我刺了过来 别动 就在这时 包厢的大门被打开 一群穿着制服的警官 冲了进来 一把将林高制服柱 扣在了地上 再来到同学会前 我先让七七去报了案 因为我知道 林高这种人 把他逼急了 绝对会做出出格的事情 正好警官来的时候 就能够将林高 当场带走 不给他发疯的机会 所有的一切 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犯罪嫌疑人林高 你涉嫌强奸罪 故意伤害罪 现在通知你被捕了 不 不要 方承 你这个混蛋 有什么话 去局子里说 林高此时心里 只有万般的绝望 他完全想不到 自己会落入这样的结局 原本安稳逍遥的生活 变成了下半辈子的牢狱之灾 如果再给他一次重开的机会 他绝对不会再去找莉莉了 就这样 林高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警官带走 全场的同学都是大气不敢出 处于震惊之中 而我妻子的脸色更是苍白如指 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 和林高配合得很好 以为能将我吃垮 然后踩着我的尸体上位 却没想到 最后是他一点好处没唠叨 还坏了名誉 背上一身的债务 一切都是他的自作自受 妻子声嘶力竭地爬到我身边 向我求饶了起来 老公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一时鬼迷心窍 我是被这林高迷了眼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看在我们十几年的感情上 听到这个 我就来气 十几年的感情 你也好意思提 在之前你出轨的时候 你有想过我们十几年的感情吗 在你要推我下悬崖的时候 你有想过我们十几年的感情吗 在你给我水里下药的时候 你有想过我们十几年的感情吗 现在跟我说这个 可笑 妻子不断抽着自己巴掌 想求的我的原谅 都是我的错 我下贱 我不要脸 我深深地知道了我的错误 老公 你就原谅我吧 看着他小丑一般的行为 我心里只剩下冷笑和可悲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你就在下半辈子里 一直后悔吧 这就是你的惩罚 不 说完以后 我便甩头出门 留着妻子一人在原地 后悔不已 大仇得报 我的心情通达名唱 一种说不出来的畅快感 充满了全身 我走出酒店 看着外头的天空 如此蔚蓝和清爽 再之后 林高因为种种罪行 判了八十年的刑期 也就代表着 他真的要在监狱里 度过一辈子 而妻子莉莉 因为背上了重债 又在这座城市闹得人尽皆知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城市 不知去哪打工还债了 而我重新将房子车子 从银行抵押回来 同时将林高的房子 转手一卖 手上多了两百万的现金 虽然没有了老婆 但我的日子 却过得越来越好 而有一天 在我下班的时候 发现一个靓丽的身影 站在了我公司的楼下 方程 那道靓丽的身影 正是之前在同学会 见过的苏苏 我惊讶到 苏苏 你怎么在这里 苏苏向我眨了眨眼睛 我啊 跳槽到你们公司了 今天开始 我们就是同事了 不是吧 苏苏拉住我的手 什么不是吧 走 老同学了 我请你吃晚饭 看着苏苏的背影 感受她身上吹来的香风 我心中又是生出了 朦朦的情意 全文完